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未知药物之谜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瞬间充电咖啡豆 一挫,电力满格 二,宇宙语言糖果 舌尖上的星际旅行 三,幻彩变身胶囊 一吞,万花筒人生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瞬间充电咖啡豆 一挫,电力满格 各位亲爱的咖啡爱好者 科技迷,以及那些总是在 电量不足的边缘徘徊的朋友们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聊聊一个 惊人的创新,瞬间充电咖啡豆 一种能够在你辍饮的瞬间 将你的体能和电子设备 电量一同充满的神奇产品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 咖啡自从被发现以来 就以其提升醒脑的效果 深受人们喜爱 而在21世纪,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 人们对于能量的需求 不再仅限于生理层面 电子设备的电量 也成为了现代人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 于是,一群充满创意的科学家 和咖啡师联手 将这两种能量需求结合起来 创造出了这种瞬间充电咖啡豆 这种咖啡豆的秘密 在于其表面覆盖了一层超导威力 这些威力能够在咖啡 被冲泡的过程中是放出微量的电能 当你错影这杯咖啡时 不仅你的神经系统会因咖啡因而振奋 你的手机,平板或笔记本电脑 也会因为这些威力而开始充电 当然,这需要你的电子设备配备 有特殊的接收器 但这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 想象一下,早晨你匆匆忙忙地出门 突然发现手机电量告急 你不用慌张 只需泡一杯瞬间充电咖啡 一边享受这杯香醇的咖啡 一边看住你的手机电量神奇的回声 这不仅仅是一种便利 这件只是现代生活的救星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科学原理和技术细节 比如,威力的能量转换效率 咖啡豆的种植和处理方式 以及如何确保这种咖啡的口感不受影响等等 但这些我们就留给那些爱好深究的科学家们去研究吧 最后,我想说的是 虽然瞬间充电咖啡豆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中的产品 但谁又能说得准呢 毕竟,今天的科技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所以,下次当你戳饮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时 不妨幻想一下 如果这杯咖啡能给你的设备充电 那会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宇宙语言糖果 舌尖上的星际旅行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非常甜蜜的话题 宇宙语言糖果 舌尖上的星际旅行 这个概念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 但其实 这是一个关于文化交流和想象力的美妙旅程 首先 我们的承认 宇宙是个寂静的地方 至少在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下 我们还没有在宇宙中 发现其他生命体的确切证据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用创意去探索宇宙中 可能存在的语言和文化 想象一下 如果外星生命体真的存在 它们的语言会是什么样子 它们的糖果又会有怎样的味道 宇宙语言糖果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的隐喻 糖果 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甜食 往往与快乐 节庆和分享的时刻相关联 如果我们将这种甜蜜的经验扩展到宇宙的尺度 那么舌尖上的星际旅行 就是一次透过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冒险 让我们尝试理解和体验 那些未知的可能存在于遥远星球上的文化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外星人有糖果 它们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在某个遥远的星球上 糖果不是用来吃的 而是用来听的 一种能够在你的味蕾上播放音乐的甜点 或者 外星糖果是一种能够改变你 情绪颜色的神奇食品 吃了之后你的皮肤会根据你的心情变成不同的颜色 想想看 这将是一场多么缤纷的派对啊 当然 这些都是我们的幻想 但这种幻想 正是科学和艺术的交汇点 它激发我们的好奇心 推动我们去探索未知 去创造新的可能性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扩展了对宇宙的认识 也丰富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和语言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一颗糖果时 不妨让你的想象立飞一会儿 想想在浩瀚宇宙中 可能有一个外星孩子 也在享受住他们星球上的糖果 而那可能是一种 我们从未想象过的味道和体验 这就是宇宙语言糖果给我们的甜蜜启示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甜蜜和探索的渴望是连接我们的共同语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幻彩变身胶囊 一吞万花筒人生 各位亲爱的学术探险家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非常有趣的现代神话 幻彩变身胶囊 这个概念 如果真的存在的话 无疑会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像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化妆舞会 首先 让我们用一点幽默来打开这个话题的大门 想象一下 你在一个平凡的早晨醒来 觉得自己需要一些改变 于是你打开药柜 拿出一颗幻彩变身胶囊 一吞下去 突然间 你的外表开始像变色龙一样变化 从一位苍白的学者变成了一位摇滚明星 或者从一位害羞的图书馆管理员变成了一位走红毯的电影明星 这不仅仅是改变了你的外表 更是给了你一种全新的身份和生活方式 但是 让我们从这个幻想中退一步 来看看这个概念背后的深层含义 幻彩变身胶囊触动了我们对于身份 自我表达和变化的深层渴望 在当今社会 我们经常被固定的标签和角色所束缚 而这个神话般的胶囊提供了一种逃避的幻想 一种能够自由转换身份的能力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这种变身的愿望 可能源于我们对于自由和自我实现的追求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多重的面貌 而幻彩变身胶囊 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去探索那些平时不敢或无法展现的自我 当然如果这种胶囊真的存在 它也会带来一系列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比如如果人人都可以随意改变外表 那么我们对于真实性的认知将会受到挑战 而且这种技术可能会被用于不当的目的 比如犯罪或欺骗 最后让我们以一点幽默来结束这次的探讨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学生都能够用幻彩变身胶囊来变成你 那么上课的时候将会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场景 一群分身乏术的教授在讲台上争论住谁 才是真正的授课者 这不仅仅是一场万花筒人生 更是一场哲学和身份的极限运动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下次当你们想要逃离现实 或许不需要幻彩变身胶囊 只需要一点想象力和勇气 去探索哪些未知的自我 毕竟 人生本就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变身之旅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了三个科幻般的产品 瞬间充电咖啡豆 宇宙语言糖果和幻彩变身胶囊 这些产品都是从我们对于科技发展 和想象力的无尽探索中衍生出来的 瞬间充电咖啡豆 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便利和舒适 将我们的咖啡时间 转化为能量补充的时刻 这不仅是一种科技创新 也是对于现代生活中 能量需求多样化的回应 我们不再仅仅依赖于咖啡因来提神 而是利用科技的力量 为我们的身体和设备提供能量 宇宙语言糖果带给我们一场 文化和想象力的旅行 透过这种糖果 我们可以想象和探索 遥远星球上可能存在的文化和语言 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冒险 不仅丰富了我们自己的文化 也激发了我们对于宇宙的好奇心 而幻彩变身胶囊则触动了我们对于身份和自我表达的渴望 这种神话般的胶囊给了我们一种自由转换身份的能力 让我们能够探索自己内心深处的多重面貌 这不仅是一种对于自由和自我实现的追求 也是对于真实性和社会观念的思考 最后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对于这些产品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认为瞬间充电咖啡豆 宇宙语言糖果和幻彩变身胶囊 能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和改变 欢迎大家留言和讨论 一起分享你们的想法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六博士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